到Part C了,我叫你找P A and B出來 其實你要想起,我們剛剛計算了很久都是P A and B 以及P A and B 所以其實Part C來說,我們如果想起P B就可以插作P A and B 再加P A and B 因為你想一下,B等A有和B等A沒有,加起來就是P B P B我們知道的物質是K,所以就是0.3 P A and B就是我們剛剛計算過的K除6,所以就是0.3除6 再加上P A and B 所以你就很快計算到P A and B 就會是0.3-0.3除6 一起按機,0.3-0.3除6 出來的數是四分之一,所以這個就是0.25 就是這樣